陆昭昭回府时,天都黑了,玉叔摸摸他的肚子,满面忧心,又吃撑了,夫人定要骂我,小小姐乖巧听话,唯独面对鸡腿时,毫无定理,一人吃饭,一人荡,我自己挨骂,陆昭昭拍了拍肚子,拍得咚咚作响,您还怪讲义气的,玉叔捂着嘴偷笑,陆昭昭将狗绳拴在院门口,一回头,呀,追风, 你项圈咋掉了,陆昭昭诧异地问道,追风竟然自己叼着项圈,跟在他身后,你竟然没走丢 奶娃软软懦懦地说道,追风松开嘴里的链子,咬了一天,狗嘴都酸了,口水直流,陆昭昭将追风拴在门口,也不进屋,就蹲在追风身边,缩成小小一团,乖得不像话,您蹲这儿做什么?玉叔好奇问道,追风坐在地上, 他也乖巧地坐在地上,一人一狗,极其和谐,追风,要吃夜宵了,陆昭昭看了眼天,软萌萌地说道,刚说完,便现小丝端着个大盆走出来,玉叔,追风的伙食极其丰盛,各种肉干鱼干果蔬,都是许是花了大价钱的,陆昭昭仰起肉嘟嘟的小脸,咧嘴笑得灿烂, 弹开手,喂食的小丝直挠头,小小姐,您今儿肚子溜圆,可不能多吃,明日再来多拿,好不好,陆昭昭遗憾地摸着肚子,恋恋不舍地呕了一声,小丝悠悠地叹了口气,可不许在偷追风狗时,追风来了咱家,都没吃过几顿饱饭,看给追风给饿的,小丝都怜悯追风,不会说,不会哭,真惨啊,玉叔猛逼地看着他, 一口一个好叔叔,一口一个叔叔真好,哄得小四眉开眼笑,哄得对方团团转,玉叔抱着他就走,颤声问道,您天天夜里都来吃追风夜宵,瞧见他和小丝的熟人程度,只怕早已混熟,陆昭昭心虚的一笑,玉叔眼前发黑,夫人天天给他控制饮食,合着他天天蹭追风夜宵,难怪,吃素都能中三斤,好在狗食都是现主鸡肉鸡腿, 以及新鲜肉干烘干而至,至少健康干净,陆昭昭进门时,二哥正低着头,跪在许氏面前,许氏黑着一张脸,眼眶通红,似乎闹了矛盾,陆昭昭脚脚步一顿,感觉气氛凝重,小家伙笑容悄悄收起,二哥挨打了,打了二哥,就不会打我了吧,我就是多吃点饭饭,陆昭心头犯嘀咕, 许氏瞥了他一眼,陆昭昭便摇摇晃晃跑到许氏身边,垫着脚将肉干递进许氏嘴里,娘亲,您怎么了?小家伙软软问道,许氏狠狠瞪了眼陆正远, 问你哥,还不是他钱的好事,他竟然偷偷参军,战场上刀枪无眼,若出事怎么办?许氏说着说着,声音哽咽,如今各国之间本就关系僵持,随时都会开战,娘,不争馒头争口气,儿子也想给您争口气,也给自己争口气,他宁愿将我们一家逐出家门,也要迎外师入府,他都踩咱们脸上了,既然他看不起我们, 儿子定要活出个人样,大哥走科举,儿子愚钝,愿意从军,娘,儿子喜欢军队,想要建功立业,求娘给儿子一次机会好不好,许氏坐在椅子上握泪,他知道全家心里都憋着一口气,被逐出家门,被化去族谱,但凡有血性之人,都会视为奇耻大辱,孩子们在心中闷了这么久,心中都憋着气呢,想要一飞冲天, 想要让陆远泽刮目相看,娘,让儿子尝试一年好不好,若一年后,毫无见数,儿子便回家,陆正月低声哀求,许氏静静地抹泪,陆远泽,你真是作孽啊,二哥确实很适合军队,许氏眉眼微动,瞧见儿子卑微祈求的模样,叹口气,将儿子扶起来,起来吧, 他知道,孩子们被陆远泽轻视,被他放弃,心中极其不甘,罢了,你且去吧,只必须注意安全,一切以生命为重,许氏终究,选择了放手,而大不由娘,孩子已长出翅膀,他应该放手,任他们闯荡,陆正月猛地抬头,面上满是欢喜, 娘,谢谢娘,儿子定不负所望,少年眼中亮晶晶,这一刻,他心中燃起了熊熊烈火,是要闯出一片天下,他偷偷揉了揉肚子,他这段时日,在军营的日子并不好过,许家从闻,当初侯府一时走得闻沉路子,陆昭昭看了眼二哥,见二哥偷偷揉肚子,便知他受了伤,他爬上椅子,颤巍巍地倒了杯茶,从空间中, 碾碎一片丹药,沉入水中,脆声声道,二哥喝水,陆正月惊喜地接过,笑眯眯地一口饮下,妹妹道得水真甜,也不知是不是错觉,还是心里甜,他竟蒸喝出了一丝甜滋滋的味道,甚至连身上的疼痛都减轻不少,嘿嘿,给二哥加点料,喝完百病全消,神清气爽,甚至,还能增强体力,只是效果轻微吧, 当然,仅仅针对他来说,陆正月眉眼露出惊喜,他家昭昭,真是个宝贝,果然,此刻体内暖洋洋的,好似有一股力量,自丹田而出,虽然微弱,但对如今的他来说,正好,娘,儿子回房打拳了,娘早些歇歇,陆正月心里痒痒, 当即告退,许氏扭头看向陆昭昭,你呀你,又吃撑了,许氏简直头大,昭昭,良想道,你整日不知鸡宝,焦虑的通宵都睡不着觉,可怜天下父母心,昭昭前世再厉害,这一世,还是个孩子啊,陆昭昭无辜地眨巴眨巴毛子, 通宵睡不着啊,他呢喃道,许氏无奈,只得让玉叔给他按摩肚子,将他抱下去,深夜,许氏洗漱完毕,穿着浅粉色蟹衣,盖着被子躺在床上,半睡半醒之际,吐的,床前冒出个披头散发的女鬼,月色下,指引约瞧见泛光的双眸,许氏熬的一声,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跳起来,啊, 许氏一声尖叫,门外守夜的硬雪,踹门入,大声喊道,夫人,怎么了,陆家各处亮起灯,许氏吓得缩在床脚,面无人色,浑身瑟瑟发抖,烛光亮起,陆昭昭披散着头发,一脸无辜地站在床前,小小姐,您在夫人屋里做什么,灯枝边穿外衣,边进门,陆昭昭眼神悠悠地看着许氏,娘, 你不是睡不着吗,我来看看,娘是不是真睡不着,许氏,做你的娘,真是生死难料,许氏气得脑瓜子疼,可见她缩着脖子,赤着脚站在地上,又心疼不已,灯枝急忙拿紧背,将她包裹,抱进怀里, 你啊,差点江夫人吓得魂飞魄散,下次可万万不能如此行事了,灯枝见她小脸满是茫然,不由叹气,正两岁的孩子,尚且不懂事呢,许氏抬手碰了碰她的小脸,冰凉一片,眼中露出心疼,罢了,下个月就要上学,也快活不到多久了,陆昭昭猛地瞪大眼睛, 什么什么,啊哈,陆昭昭眼珠子瞪得溜圆,许氏献她呆呆萌萌,不由笑道,前两日陛下召我进宫,谈及你聪慧伶俐,应当早些上学,寻常皇子三岁启蒙,你两岁入学,倒也不算出格,许氏猜测,大抵因为昭昭能力逆天,陛下深怕她被仰歪性子,想要提前启蒙,让她明理之事,毕竟, 陆远泽那一家子人,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东西,昭昭无所事事,天天骑着狗,四处吃瓜,她也怕影响昭昭,况且,昭昭保留一部分前世记忆,却又浑浑噩噩噩,记不清楚,总是似懂非懂,朦胧无知的样子,许氏觉得,早些入学也好,免得偿惩法外狂徒,陆昭昭也莫想到啊,她只是来看看,娘睡墨睡, 竟然听闻如此噩耗,上学,我,我才两岁啊,天都塌了,拥有七个神灵弟子的上古大能,这一刻,天都塌了,陆昭昭嘴巴扁着,眼泪都要包不住,娘,我不想上学,我,我还是个宝宝呢,娘,我再也不偷吃鸡腿了, 不上学好不好,陆昭昭小心翼翼地拉着酿轻衣脚,上学就羡不到酿轻了,昭昭会想你,不要钱的好话一箩筐,结结巴巴地哄着许氏,昭昭,读书是好事儿,若昭昭只是个普通人,略识几个字也就罢了,可他拥有的力量太过庞大,万万不能走歪半步,再者,许氏砸吧砸吧嘴,他真无法忍受昭昭文盲啊, 陛下扮了个小小班,里边皆是七岁以下的孩童,或许,你能交到好朋友呢,昭昭两岁,至今没有一个朋友,许氏仔细想想,他身边皆是大人,一个同龄人都没有,陆昭昭眨把眸子,为师摩需要朋友,强者,不需要朋友,强者,注定是孤独的,陆昭昭大胃不解,许氏心头一夜,弱者抱团取暖, 强者独来独往,陆昭昭小手一挥,况且,我不是莫朋友,陆昭朝下把一扬,我跟他们做朋友,他们只想做我手下 许氏文言叹气,好像有点道理,朋友也就罢了,但上学一试,必无可避,许氏很果决,读书没得商量,陆昭昭搭拉着脑袋,就像被双打烟的茄子 许氏不忍心,却又无可奈何,登之降路,朝朝抱回寝屋,小家伙一句话不说,趴在床上,神情样样的 小小姐,奴婢小时候加评,想认几个字,都认不了,能读书是好事儿 玉叔小心翼翼劝道,后来奴婢卖身为奴,当时在许家,奴婢功夫,不是最出众的,但因着奴婢识字,大老爷便选中奴婢 玉叔低声道,在贫苦百姓家中,若有人识字,那都是极有脸面的光彩事儿 玉叔劝了几句,但心中也明白,小小姐才两岁,哪听得懂大道理,只怕要难过一阵子 玉叔给她也好被子,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陆朝朝鼓着肉糊糊的脸颊 小脸趴在床上,都挤得变了心,她悄悄滑下床,笨手笨脚地给自己穿好衣裳 还给自己戴上厚厚的帽子和小手套,笨拙地穿好鞋袜 找了个小包裹,装上换洗衣裳,撅着嘴 哼,我要出去流浪,我要去愣迹天涯 我要寄鸡养活寄鸡,我要去捡破烂 两岁的奶娃娃气得要流浪 走之前,还不忘拿走自己的奶壶 小家伙趁着众人熟睡之急,一道灵气打出 玉叔便软软倒地,她踩在凳子上,打开大门 此刻已是深夜,她悄眯眯地摸到大门口 追风,走 咱俩浪迹天涯,她捏手捏脚地解开绳子 带着追风便攥狗洞 夜里,谁也不知 昭阳公主离家出走 浪迹天涯了 自由的味道 她张开双臂 背后背着个小包裹 刚出门,巴鸡 就摔了个大马怕 小家伙鬼鬼祟祟地左右看了看 拍了拍自己身上的灰 装作一副什么也没发生过的淡定模样 她牵着狗在街上游荡 我们去桥下睡觉觉好不好 她指着桥头 拱桥下可以遮风避雨 小家伙刚靠近 便瞧见桥头下躺着几个乞丐 乞丐浑身破破烂烂 浑身臭烘烘的 头发都脏成一团 瞧见来了的孩子 乞丐皆是坐直身子 哪里来的孩子 去去去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乞丐们现她穿着干净 面容白嫩 便猜是哪家走丢的孩子 路昭昭乃呼呼道 我也要当乞丐 我要浪迹天涯 几个乞丐几乎气乐 赶紧回家吧 身在福中不知福 谁家孩子大半夜跑了 路昭朝才不搭理他们 他让追风躺在地上 他躺在追风厚厚的绒毛上 又掏出一块薄薄的小毯子 给自己盖得严严实实 怀里还抱着保温的奶壶 里面灌满热水 几个乞丐看猛了 你还有备而来 路昭昭蜷缩成一团 奶乎乎的软绵绵的 饶是几个乞丐 都不忍将她赶走 带路昭昭睡 给她守着咽 免得让人拐了 其中一个瘸腿乞丐 摆了摆手 既然换了位置 将路昭昭左右堵住 生怕被人暴走 胆子可真大 倒下就睡 估摸着哪家小姐 偷跑出来浪迹天涯了 这小家伙 看着乖巧 还挺叛逆 几个乞丐嘀咕咕 叛逆得真早 路昭昭一觉 睡到大天亮 丝毫不知 整个路府都因她的浪迹天涯 吓得魂不附体 谁也不知 因着两岁奶娃的离家出走 整个京城都快疯了 啊 玉书一声惨叫 惊醒整个路甲 玉书浑身发软 吓得面白如指 亮亮呛呛朝主院跑去 一边跑一边哭 夫人 夫人 姑娘丢了 玉书此话一出 许是手中的簪子都握不住 煞时滑落 你说什么 许是吓得脚软 昨夜 他还来房中吓唬自己呢 玉书都快哭了 哽咽着道 明明奴婢守在门口 可早上醒来 房里无人了 奴婢派人在府中四处搜寻 都不曾见到小小姐踪迹 玉书又有些静意不定 奴婢夜里和玉琴轮流直夜 昨晚原本该奴婢守门 可不知怎么回事 奴婢毫无知觉地睡了过去 甚至 明明奴婢连一丝睡意都没有 不知怎么就昏睡过去 他醒来 又不曾感受到药物的痕迹 许是面上一致 能悄无声息弄倒玉书 只怕不是贼人 唯有他的小土豆 先瞧瞧去 许是带着人浩浩荡荡 朝朝阳院而去 陆家三兄弟 听得妹妹出事 立即赶向朝阳院 陆燕舒缚着头 一脸绝望 屋中没有打斗 也没有外人入侵的痕迹 衣上鞋袜都不在屋中 说明 他是穿戴整齐离开的 若是贼人 压根不会有穿戴时间 奶壶也没了 还有他的小毯子 夫人 追风也丢了 哦 还有追风的肉干 丢了一袋 门外小四来饼 众人面色诡异 陆元宵震惊到 他 离家出走了 小土豆竟然离家出走 不对 桌上留有书信 陆燕舒 见桌上放了章纸 拿起纸张一看 嗯 勉强称为信吧 很有文盲特色 画了两根火柴人 画了条狗 一人一狗 浪迹天涯 陆元宵这一刻 脑回路和路昭昭同平 许氏懊恼道 怪我 都怪我 昨夜我将他要上学之事 告诉他了 当时他情绪便有些不对 却没想过 他竟然离家出走 许氏心头胶着万分 小土豆还挺叛逆 胆子真大 陆元宵偷笑 陆燕舒道 娘 别担心 昭昭是公主 他身边有暗卫 陆燕舒语气顿了顿 昭昭前世 身份应当极为高贵 且无人能束缚压制 娘 您有没有发现 昭昭习惯性站在众人之巅 他被封为昭阳公主 没有一丝诧异 也没有一丝惊喜 除非 他原本就站在高山之巅 俯瞰众生 且他想要做成之事 千方百计也会达成 说明 不曾有人忤逆过他 许氏抿着唇 艰难地点头 昭昭上学 意味着他要被约束 要学习人间的规矩 常年掌握生杀大权 不被约束 加上昭昭本就随性肆意 抵触上学很正常 娘放心 昭昭就是一时抵触罢了 再者 身边有无数暗卫看着 出不了事 您现在将他找回来 恐怕还有得闹呢 他才两岁 只怕要吃些苦头 让他流浪几日 看看外面的日子好不好过 陆燕淑轻笑 小赌豆 胆子真肥啊 我赌三天 他会哭着回家 陆正月一脸笑意 我赌两天 这冰天雪地 三天够呛 陆元宵一脸兴奋 此刻的众人绝对想不到 熬不住的 绝不是陆昭昭 哭着上门的 也不是陆昭昭 此刻的陆昭昭 浑身暖洋洋 睡得小脸红扑扑的 追风 你身上真暖和呀 陆昭昭折起小被子 塞进包裹 几个乞丐狐疑地看着他 那抹小的包裹 怎么把小被子塞进去的 小家伙 快点回家 有家不回 当心冻死 瘸腿乞丐 嗡声嗡气说道 还凶狠地瞪了他一眼 试图把他吓退 另一个老乞丐 瞥他一眼 你信不信 你在外走两日 狗要都被人抓了煮火锅 陆昭昭才不怕 这三人虽恶声恶气 可他感觉不到丝毫恶意 我不飞家 我也要出去逃饭 陆昭昭手上 捧着个祸口的破碗 此刻 外面又开始下雪 陆昭昭牵着狗在前头走着 三个乞丐面露担心 跟在身后 那边有钱人多 陆昭昭知道 哪里官员多 哪里有钱人多 当即便往那边走 不行不行 不能走那边 瘸腿乞丐微微变脸 那边是刀疤的地盘 乞丐也有地盘划分的 老乞丐前段十日 差点被打断骨头 刀疤是乞丐头头 站着最繁华富裕的几条街道 上次他们气不过 偷偷过去 讨了半天饭 便被刀疤打断腿 瘸腿摸了摸腿 眼中闪过一抹恨意 之后便将他们赶到了 城北平民区 他们人多势众 走吧 换个地方讨 路朝朝下巴一扬 凭什么 天大地大 哪里讨不得 路朝朝气鼓鼓的 在家要上学 讨个饭 还有势力划分 气不气 他头也不回地 往街上窜去 还不忘在灰里抓了两把 将小脸淡忽得黑漆漆的 叔叔 行行好吧 叔叔 给个馒头吧 小家伙说话 娇娇软软软的 又长得矮小 看着就像个小土豆 包子铺的老板 给了他两个馒头 他吃一个 追风一个 追风 有我在 绝对不会饿着你啊 素得一起分 荤菜 逃到再说 路朝朝捧着热乎乎的包子 吃得津津有味 大抵因为亲自讨来的 格外香甜 喂喂喂 小乞丐 也不看看 这是谁的地盘 你也赶来这里讨饭 突得 身后传来一道凶神恶煞的声音 路朝朝一回头 便现身后 站着几个乞丐 喂手的刀疤脸 面色凶狠 眼神凌厉 手上拎着一根棍子 众乞丐皆以他喂手 路朝朝身后的三个乞丐 浑身一抖 刀疤哥 您大人有大量饶过他吧 这孩子与家里闹矛盾 不是想抢您的饭碗 老乞丐受骨灵循 却拦在了路朝朝跟前 刀疤冷笑一声 眼神落在路朝朝身上 神情一顿 狐疑地看着路朝朝 有点眼熟 他将老乞丐推开 蹲在路朝朝跟前 仔细地看着他 有点眼熟 剑拔弩张的时刻 刀疤一句 小贵人 是你吗 试探着问道 上回相识放榜 你叫我带人去 中永侯府讨喜钱来着 后来 你又让我通知中永侯 他 便是那搞事的乞丐 你还给了我赏赢练 您怎么出来讨饭了 老熟人啊 这是路朝朝的老熟人 此刻的路家 许氏问道 流浪一天 小土豆知道错了吗 登之收到暗卫消息 神色诡异 小土豆改名了 他说 他叫丧彪 扑 许氏是士族贵女 素来注重言行 但此刻 他绷不住了 一口茶直接喷出来 他 他叫什么 许氏满脸震惊 怎还给自己改名了呢 登之满脸无奈 大抵闲路朝朝不够霸气 他给自己改了个名 叫丧彪 江湖人称 雕哥 登之老老实实回道 许氏嘴里喊着 要让他吃苦头 实际 每隔半个时辰 就要问安卫 他的行踪和动静 雕哥 许氏笑得眼泪直掉 天哪 他怎么这么可爱 小土豆改名丧彪 哈哈哈哈 许氏笑得直打战 消息给皇帝送进宫了吗 登之满脸无奈 送了 陛下早中晚问好几回呢 许氏笑得垂墙 他可以想象 皇帝能笑到怀疑人生 再忍忍 再忍忍 这小家伙 想以流浪拿捏我和陛下 不出三天 定要哭着回家 让安卫务必看好 每个时辰回来禀报消息 给他们本月三倍月盈 绝不能让公主受伤 许氏千叮咛万嘱咐 奴婢明白 登之笑着道 现在小土豆去哪里讨饭了 咱们装作鹿过去瞅瞅 许氏一天不见 心里惦记鹿昭昭 登之偷笑 知晓他挂念昭昭 在贵瓶巷讨饭呢 他倒聪明 那条接住着达官显贵 许氏往门外走去 没一会儿 容彻便坐在马车前 你什么时候成马夫了 容彻偷偷从怀里翻出一本书 铿锵有声道 我只愿做你一个人的马夫 登之哆嗦了一下 抖出一地鸡皮疙瘩 许氏 容彻抱紧怀里的书 偷偷瞥了眼 追七三十六计 容彻耳根子通红 你今日怎不上朝 此刻 正是上朝的时间 每年有十五日年假 我十八年不曾休 这次 我全休了 容彻憨厚道 许氏惊讶至极 朝堂上一个萝卜一个坑 皇帝竟能让他休静一年 且镇国将军的位置 极其重要 陛下竟然同意 容彻摸着后脑勺 陛下大肚 吃 大肚个屁 他儿女俱全 娇妻美眷一大堆 我还是个老光棍呢 皇帝不同意 他和他爹 抱着皇帝的裤腿哀嚎 容家要绝后了 容家无子送终啊 你儿女双全 臣还是个孤家寡人啊 容彻抱着皇帝的腿哭嚎 哪里还有在战场上的威风模样 皇帝无奈 允他一年嫁追媳妇 容彻赶着马车 一路往桂平巷而去 桂平巷靠近皇宫 此处极为繁华 来来往往的贵人极多 小小姐 奴婢看到了小小姐 灯枝压低声音 兴奋地在许氏耳边说道 许氏一抬头 便陷路朝朝牵着狗 身后跟着一群乞丐 乞丐在他面前服服贴贴 极其恭敬的样子 还没大腿高的路朝朝 穿得圆滚滚就像那小土豆似的 如今看来 还真像土豆 许氏捂着嘴偷笑 瞧见他过得不错 许氏稍安心 小土豆 回家嘛 许氏轻声喊道 刀疤拉了拉路 朝朝袖子 彪哥 那个女人叫你小土豆 你不是叫丧彪吗 陆昭昭抬头一看 下巴一扬 正经回道 他认错了 丧彪才符合我的身份 话音刚落 一辆奢华的马车驶来 乞丐们急忙往后退 滚开滚开 别挡棒 马车停在营楼前 小四跳下来驱赶乞丐 是和朔王爷 刀疤抱着陆昭昭后退 玉南王正好下朝 刻意来营楼 替王妃挑些手势 他眼光一瞥 便瞧见脸上脏兮兮的陆昭昭 以及他身边标志性的那条狗 谢玉南咬了咬牙 陆昭昭 上回讨债 惹得媳妇回酿 夹住了几个月 他下巴一抬 啪大 一脚将陆朝朝讨饭的小碗 踢飞出去 成了碎片 滚圆点 臭乞丐 晦气 赶紧把小乞丐赶走 献一次 打断你的腿 谢玉南扫了他眼 冷赤道 晚晚晚 我的晚 陆朝朝急了 刀疤认识 玉南王府的马车 抱着陆昭昭浑身哆嗦 不敢靠近 别去 那是先皇的亲弟弟 当今圣上的小皇叔 惹不得 这位小皇叔 性子狂傲不羁 听说陛下都不敢招惹 陆昭昭眼睁睁看着 他进了营楼 我的晚 我的晚 陆朝朝气得跺脚 许是瞧见这一幕 心头一紧 我只是想讨钱 他却砸我的晚 陆昭昭生气了 我偏要去他家讨 陆昭昭二话不说 便带着小弟 扣抢了玉南王府 刀疤神色惊恐 算了吧 咱们乞丐遇到这种事 很正常 陆昭昭小手一挥 可 你们是我丧彪的兄弟啊 跟着我 不能受委屈 刀疤 讨饭不是这么讨的 快走快走 谁讨饭上去敲门啊 把我都挽给你 玉南王性子不好 素来最不习气 当心伤到你 刀疤抱着陆昭昭叫走 知呀 王府大门微开 小司并且瞧见陆昭昭 只对着刀疤挤人道 作死啊 乞丐上门 晦气 赶紧滚 竟敢敲王府大门 滚 小司横眉冷眼 当即怒骂 侍卫将众人驱赶出门 随即关上王府大门 许氏站在酒楼窗户 远远看着这一幕 心疼又感慨 真狼狈啊 该回家了吧 许氏尼南 被关在门外的陆潮潮气的小脸通红 简直有损威严 有损我丧彪威严 陆昭昭将追风的肉干一人分了一条 你们在外面等我 他熟练地绕着王府城墙走了一圈 在不显眼的地方 将挽大的狗洞掏开 嘿 谁让他力气大呢 追风等我昂 他身负灵气 躲开侍卫 轻而易举 弯弯 本王替你选的发簪 喜欢吗 谢玉南怜惜地看着妻子 亲自替王妃簪发 王妃升完三个月 如今身姿越发动人 沐浴完身上带着浅浅的一箱 谢玉南不由越靠越近 两人肌肤相亲 呼吸交缠 谢玉南手掌轻抖 他已经一年多不曾碰媳妇 此刻 整个人都是兴奋欢喜的 我总觉得 好似有人偷看 王妃神色尴尬 他总感觉浑身不自在 弯弯多虑了 这可是王府 谁能进门 谢玉南轻笑 食指轻挑王妃的发烧 气氛越发暧昧 情动之时 还我都晚 稚嫩的嗓音 从床下传来 谢玉南浑身一僵 王妃之间尖叫一声 抓起颈背 便将自己罩住 谢玉南震惊地往床下看去 奶乎乎的娃娃 匍匐般趴在地上 黑灼石一般的眼珠子 正怒气冲冲地看着他 肉乎乎的小手摊开 还我都晚 五指张开 小手颤巍巍地伸出来 行行好 赏点钱吧 谢玉南 谁踏马教你这么讨钱的 谢玉南浑身气得直哆嗦 面色猙獰 咬牙切齿 本王 只打碎了你一个碗 你踏马竟然牵我床底下 路招招慢吞吞地爬出来 我只想讨饭 带你踢碎我的碗 让我丧彪 很没面子 这很影响他的脸面 你两岁的奶娃娃 要什么脸面 谢玉南一脸震惊 现媳妇面色通红 死死瞪着他 他急忙单手提起路招朝的衣裳 将他拎了出来 孩子的脸 就不是脸吗 路招招不服 谢玉南气得脑子发麻 就不给讨 你怎么样吧 本王最大的秘密 你已经捅给弯弯了 本王没识魔能被你威胁的 谢玉南从小骄纵长大 朝堂上赶河皇帝枪声 如何能忍耐自己 几次三番被路朝朝威胁 他自认 自己没识魔见不得人的秘密 路招招瞥了他一眼 又瞥了他一眼 谢玉南不知为何 总觉得在他目光下 无所遁形 好似被他看穿一般 你看本王做什么 本王对弯弯 没有任何一丝隐瞒 谢玉南抬头挺胸 路招招趴在花草旁边 脑袋一点一点的 时不时目光惊奇地看向他 你藏私房钱 路招招定定地看着他 谢玉南白眼一番 哪个男人不藏私房钱 房梁下 床板底下 花园第三棵树底下 还有茅房里 路招招毫不客气地指出他 所有的私房钱 谢玉南咬着牙 阴侧侧道 给弯弯 全都给弯弯 大不了 本王不藏了 看你能奈我何 路招招挠了挠头 谢玉南眉头一挑 还有什么话说 小叫花子 滚出王府吧 本王可不似朝中大臣 给你脸面 谢玉南轻斥 他自出生就不曾受过委屈 先皇是长兄 而自己是最小的弟弟 从小先皇便将他当亲儿子养 路招招面色迟疑了一瞬 其实我只想讨饭 不想讨到你家破人亡 谢玉南气地笑出声 你说本王没食魔怕的 你讨个饭 还能讨到家破人亡 他神色不屑 满脸傲气 路招招小心翼翼道 你 谢玉南神色轻松 半点不慌 你在外征战时 先皇驾崩 他想穿 嗯嗯嗯 最后一个字还未吐清 某人当即弹起来 嗯嗯嗯 路招招被捂住了嘴 谢玉南浑身颤抖 眼中露出一丝惊恐 牙齿都颤了颤 祖宗 你是我祖宗 他捂着路招招的手 都在颤抖 这一刹那 浑身血液倒流 一股寒意直冲天灵盖 甚至引得他浑身汗毛倒立 牙齿都轻轻发颤 他极力控制自己的表情 挡住暗卫的视线 他连年征战 早已知道 皇帝在昭阳公主身边 安插了暗卫 他轻轻吸了口气 平复情绪 将路招招抱在怀里 行了行了 不就是想讨饭吗 讨讨讨 给你讨 谢玉南紧紧抱着他 进了书房 一进门 他呼得浑身发软 扶着强财站稳 路招招无力地从他怀中滑落 你让我说的 路招招无辜地看着他 谢玉南啪哒 直接跪下 你讨饭就讨饭 你怎么能要我九族的命呢 压低声音 一脸绝望 酿的 他怎么什么都知道 求求了 祖宗 你是我祖宗 我再也不跟你平嘴 求你 千万别提 这回 他真是冷汗都吓出来了 任何人都别提 儿女年幼 还望朝阳公主 嘴下留情 如果可以 晚上不要说梦话 若他不是朝阳公主 他现在一把就能拧断他的脖子 将秘密掐死在摇篮 只刹那的功夫 他浑身衣裳都已经被禁尸 他现在很后悔 魏石魔要揣他碗 他只恨不能删死自己 他魏石魔要作死 魏石魔要去挑战九族的威力 虽说 他和皇帝一个九族 可他有自己的血脉 自己的子嗣啊 我管得住自己嘴 可我哪管得住梦话 路招招一脸无语地看着他 见谢玉南面色苍白 他顿了顿 大哥说 与人谈价 要适当地停顿 给对方心理压力 谢玉南一难严禁 到底谁交给他的 明知他作戏 偏生 他真的怕了 谁让这秘密 能株连九族呢 除非 行行好吧 赏点钱吧 吃饱我就不说梦话了 还有 还我晚 我的初衷只想讨饭 是你先替我饭晚的 谢玉南一口血哽在喉咙 咽不下去 吐不出来 绕来绕去 仅仅因为踢了他的碗 一个破碗引发的血案 诸九族的血案 给你 都给你 谢玉南无力地摆手 是的 他有个大秘密 足以被血洗满门的秘密 他是父亲老来子 自己出生没多久 老父亲就没了 先皇是长子 亲自抚养他长大 一边打天下 一边养育右弟 倾注的心血 比对宣平帝更多 当年 先皇突然病重 他正好在外征战 先皇接连三道吉兆 要他回京 一道比一道吉 他当时被战士伴主 无法抽身 直到第三道吉兆 传信的是个小太监 小太监将书信交给他 当场咬舌自尽 他打开吉兆 里边只有一块玉佩 是前朝薛氏皇帝的贴身玉佩 先皇当年推翻前朝 悄然留下做了纪念 那一刻 他明白了 长兄三道吉兆的意义 先皇 想要传位于他 等他三天三夜不停歇 中途跑死几匹马 赶回京时 先皇已经驾崩 新帝宣平帝顺理成章的继位 事后 他将玉佩莫成粉 亲自洒入护城河中 不敢告诉任何人 事已至此 若流露出消息 他这一脉都会被斩草除根 谢玉南哭了 征战沙场数十年 铁骨蒸蒸的小黄叔 哭得气不成声 陆昭昭 你是我的克星 陆府 第二天 昭昭知错了吗 玉南王爷 有没有将他赶出门 许氏问道 灯枝眼神呆滞 娜娜道 玉南王也将他的丐帮小弟 请进王府大吃大喝了 哦 他已经统一丐帮 许氏坐不住了 统 统一丐帮 他才两岁 许氏瞪大眼睛 虽然才两岁 可他能让玉南王请乞丐们吃饭啊 放眼北昭 乃至全天下 哪个乞丐能进王府用膳的 还被封为座上宾 原本只是这一块的地头蛇 现在全城的乞丐 都想投靠他 暗卫传话 再不把人带回来 他就要闯出一片天 统领丐帮了 灯枝缩着脖子 许氏心头有些怀疑 这才两日 不至于吧 犹豫片刻 便听得前院来报 何说亲王来了 他是听过谢玉南明慧的 只比皇帝大几岁 但自幼被先皇宠命 颇有些无法无天 在朝堂上 宣平帝都不敢对上这个小皇叔 许氏是个和离妇人 瓜田里下 身怕被人泼脏水 从不单独与男子接触 说起来 他现在对男子有些排斥 抵触心理 况且 对方还是小皇叔 即便许家强盛之时 小皇叔对许家都不假辞色 此刻 厅内站着好几个侍女 素来桀骜不驯的天之骄子 此刻红着眼睛站在陆甲 许氏原本心头忐忑 深怕触怒这位小皇叔 却不想 对方姿态 格外低 许夫人 他甚至站起身 对着许氏点了点头 对宣平帝都一副冷脸的他 此刻扯起嘴角 看着许氏格外和善 许氏 我亲爹都没有的待遇 许夫人 听闻昭阳公主与家中闹矛盾 已经流落在外两日 谢玉南嗑嗑气气道 哪还有平日里的盛气凌人 招招心性单纯 尚且年幼 只是与家中开玩笑罢了 许氏才不会在外人面前揭短 谢玉南轻壳一声 许夫人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按照辈分 公主算是本王晚辈 咱自家人不说两家话 谢玉南直接攀上亲戚 给许氏都整糊涂了 经中本就混乱 招阳公主 聪慧伶俐 天资聪盈 若独自在外 结交三教九流 只怕容易走歪啊 当然 本王并不是说 招阳公主不好 谢玉南求生欲满满 她如今上师一张白纸 结交什么人 便会涂抹出什么颜色 谢玉南小之以情 动之以礼 许氏心中对王爷颇为改观 没想到 谢玉南竟是个大好人 许夫人万万不能 任他流落在外啊 快回家吧 本王真的受不了 许氏犹豫了一瞬 这才到 多谢王爷挂怀 招招之事 我定会慎重对待 许氏猜测 大抵是招招 带乞丐吃饭的缘故 吓到王爷了 谢玉南抿了抿唇 许氏到底是个独居夫人 她不好久留 只得就此作罢 告辞离去 谢玉南前脚刚出门 后脚太子登门 劳烦许夫人 将招招带回家吧 姑实在承受不住了 太子擦了把汗 单刀直入 她与许氏关系 还算清静 倒不必含糊 太子悠悠地叹口气 她真的心好嘞 招招说 太子不如叫花子有出息 叫我一同去讨饭 每日下朝 便有小乞丐 守在宫门前 你懂吗 堂堂太子 在街上讨饭 是什么样的心情 姑觉得 她已经恶不思蜀 混得风生水起了 再不回家 怕是不愿回 明日 便是她继任 盖帮帮主的继任仪式 太子服额 她已经快混成京城一霸了 彪哥的名讳 传得比朝阳公主还广 许氏脸颊一抽 乖乖 她开始拉亲朋好友入伙了 许氏当即坐不住 登之 被马车 许氏着急忙慌地出门 此刻天色已黑 许氏只能带着她 在京中四处寻找 再有一个时辰 暗卫便要传话回来 不如再等等 这回 也不知朝朝在哪里啊 可许氏等不及 现在桥头破庙找找 许氏面露忧心 身怕慢一步 堂堂公主 就成京城一大恶霸了 许氏寻人时 正好听到一处房屋前 有个老婆婆 抱着孙女骂奸 嫁给你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 成婚三十年啊 便钓三十年的鱼 如今已荡祖父 依旧整日钓鱼 白天黑夜不见人 家中大事小事 都要靠我 老婆子怎么这么命苦啊 大晚上的不回家 这辈子都改不了 老太太身侧 还有邻居隐隐劝道 硬血眉头轻皱 钓鱼乃陶冶身心 怎么能骂人呢 灯枝瞥了她一眼 有钱人才陶冶身心 贫苦百姓 只想饱腹 听婆婆所言 家中贫穷 她便该多顾家 而不是靠钓鱼躲避现实 灯枝心头 清楚明白着呢 众人只略听两句 便匆匆离开 并未放在心上 而此刻的陆昭昭 怀里抱着金碗碗 手上牵着追风 肚子吃得溜圆 寻了个僻静的地儿 顺势躺了上去 嗯 是个乱葬岗 真安静 陆昭昭很满意 远处 水光淋淋 似乎隐约有水声传来 好色 有人在钓鱼 陆昭昭打了个宝格 瞇了一会儿 又被鱼尾拍打水面的声音惊醒 她顶着两天末梳洗的鸡窝 揉了揉眼睛 白嫩嫩的小姑娘 坐在坟头上 浑身都泛着白光 毫无血色 是个钓鱼的爷爷 陆昭昭坐在坟头上 地上的干草 发出嘻嘻索索的声音 对方回头瞥了一眼 又伸手揉了揉眼睛 再一看 似乎身形微有些僵硬 陆昭昭打了个哈欠 一手攥着狗链 一边往河边走去 这条河位置偏僻 四面皆是树林 陆昭昭所在的位置 正好是乱葬岗 陆昭朝小心翼翼走到爷爷身边 深怕惊到爷爷的鱼 丝毫不曾发现 钓鱼的老人手掌哆嗦 连鱼竿都握不稳 陆昭昭避免吓到爷爷 轻轻喊了一声 爷爷 月色下 乱葬岗出来的婴孩 显得格外瘆人 老人浑身僵硬 好似动作都变得极限 他甚至不敢回头 你 你打哪来啊 钓鱼的老人声音颤抖 陆昭昭指了指乱葬岗 那是我家 天大地大 四海未家 老人抖得更厉害了 这是我的朋友 他指着铁链说话 介绍自己的朋友 老人鼓起勇气 回头看了一眼 便现浑身如白纸雪白的小婴儿 咧着红艳艳的嘴 朝他笑得开心 顺着他手中铁链看去 我的朋友不是人 他是只狗 还未说完 老人发出尖锐的惨叫声 哦 救命 鱼竿一扔 发出凄厉惊恐的惨叫 有鬼有鬼啊 再也不掉了 再也不掉了 连滚带爬鬼哭狼嚎的一路狂奔 转瞬之间 面前空无一人 陆昭昭迷茫地挠了挠头 什么鬼 怎么回事 追风 猛地一回头 铁链上空空如也 我狗呢 追风 你怎么乱跑呀 陆昭昭将追风重新套上 小家伙嘴里叙叙叨叨 怎么回事呀 追风 老爷爷为是魔哭着跑了 只是狗不见了而已 陆昭昭一脸迷茫 找不到缘由 深夜 从乱藏岗爬出的婴儿 浑身毫无血色 指着空无一人的地方 喊着我的朋友不是人 就问 谁不怕 陆昭昭不懂 他毫无心理负担地爬回坟头 再次睡了过去 小家伙蜷缩在狗毛中 身上盖着小毯子 身上暖哄哄的 好色 连风都变得温柔 深怕惊醒沉睡的他 天色大亮 昭昭 昭昭 小土豆起床了 陆昭昭摆了摆手 怎么听到酿青的声音了 陆昭昭还来不及反应 便被抱入温暖的怀抱 吸了吸鼻子 咦 是酿青的味道 我梦到酿青了 不对啊 我一次 多么梦到过酿青 梦里只有鸡腿 许氏 扎心了 陆昭朝墙撑开眼皮 便瞧见许氏笑盈盈地看着他 娘亲 陆昭昭眼睛一亮 抱着母亲脸颊 狠狠揪咪一口 好香好香的娘亲 娘亲 你怎么来了 你也要来投靠昭昭吗 陆昭昭忽闪着大眼睛 一脸期待 许氏无奈至极 娘可不混江湖 娘带你回家 三天了 也该回家了吧 陆昭昭一顿 我今天还要当老大呢 怎么办呀 娘已经与陛下商议 再推迟一个月入学 你看可好 而且 每日只上半天学 许氏慢悠悠到 陆昭昭心头犹豫不决 每日课间还加一次点心 好的娘 我马上回家 陆昭昭立即点头 生怕晚了 娘就后悔 彪哥彪哥 陆昭昭回府时 刀疤等人大声朝着他招手 陆昭昭想了想 娘亲 我要和朋友们告别 许氏点头印下 陆昭昭将小包裹递给刀疤 这是我讨来的钱 你安置小弟 我会出来看你们的 刀疤拿着包裹 质地有声 彪哥 你放心 我刀疤一定安顿好兄弟们 绝不让你失望 你永远是我们的彪哥 陆昭昭一步三回头地爬上马车 许氏 小土豆 他们怎么叫你彪哥呀 陆昭昭盘腿坐在马车上 一副乖巧老实模样 娘我不知道 我是土豆 短短三天 江湖上便流传着彪哥的传说 途径平民驱使 听得一个男人痛哭哀嚎 老伴 不钓鱼了 我这辈子都不钓鱼了 乱葬岗闹鬼 他手上拿着铁链 指定是要找替死鬼拘魂 陆昭昭趴在车窗边 总觉得 此人有些眼熟 陆昭昭回家后 玉叔狠狠大哭一场 小小姐 您都瘦了 您怎能不带玉叔 玉叔抱着陆昭昭 哭得眼眶通红 许氏 唉 你这话可真违心 昭昭 你闯荡江湖回来了 夜晚 陆正月回府 笑着道 收获怎么样呀 陆昭昭小脸犹豫了一瞬 二哥 比你闯荡江湖赚钱多了 唉 二哥闯荡半年 还不够我讨三天饭 算了 自家哥哥笨点 养着吧 就当个吉祥物也行啊 陆正月面上笑容缓缓一致 我为石魔要自取其辱 刚进门的陆元宵 默默闭上嘴 眼里满是幸灾乐祸 哈哈 二哥非要去踢铁板 带路验书回府 众人一同用了碗扇 刚放碗 便听得小丝急匆匆来报 夫人 出事了 什么是大惊小怪 莫要经了小姐夫人 灯枝瞪了门房一眼 灯枝姐姐 十万火急啊 门房擦着冷汗 夫人 方才猴 陆宅那边闹哄哄的 听说老夫人秃得昏倒 不省人事 歪嘴流口水 语言不利 好像 中风了 此话一出 陆家满府哗然 难道老太婆被气死了 陆昭昭吐地坐起来 她死了 会请我吃席吗 当孝子 我不去 吃席还行 听说大户人家死了老太太 席面很丰盛 陆昭昭摸着肚子 她经常吃撑 夜里肚子疼 许氏如今便管着她的饮食 许氏差点被她心生气乐 到底怎么回事 仔细说来 登之一听 这可是大事 急忙问道 门房擦把汗道 这段时日 陆宅不顺 陪夫人便自告奋勇 要去小佛堂抄写经书 为陆家祈福 接连抄写半月 甚至夜里 写在小佛堂 接儿夜里 老太太临时起义 要去佛堂上香 并未告诉任何人 自己个儿去的 也不知撞见什么 受到刺激 老太太突的一声哀嚎 直接栽倒在地 磕在桌边 当场脑袋陷血 等清醒过来 便歪嘴流口水 话都说不清楚 半边身子无法动弹 中风了 众人惊恶不已 活该 骗娘十八年 这就是报应 十岁的陆元霄 尚且掩饰不住情绪 当即怒骂 许氏微摇头 元霄 在家中骂也就罢了 在外可说不得 你还要走科举 万万不能留下 被人攻击的把柄 外人可以骂 但若是有血缘关系的 亲孙子骂 可就要被戳几两骨 世人一贯如此 哎呀 哎呀 听说裴氏 把拼头剃了头发 冒充高僧 住进家中了 老太太 不会当场撞破奸情吧 陆昭昭黑黑偷笑 刺激 真刺激 想吃瓜 疯狂地想吃瓜 想吃瓜的 何止陆昭昭 许氏捏了捏手绢 嘴角疯狂勾起 压都压不住 他清了清嗓子 前科一声 面上一派端庄模样 语气颇有些伤怀 你们虽被逐出家门 话去族谱 但在世人眼里 终究有养育之恩 老太太出世 走一趟反倒能赌悠悠重口 许氏坐直身子 一本正经地说道 燕书会事在即 正月刚入军营 元宵明年要参加童生事 要多留时间看书 所以 母亲替你们走一趟 许氏眼神灼灼 吃瓜吃瓜吃瓜 嗨 衣锦不还乡 落井不下石 人生有什么意义 娘 我也想去 陆昭昭说完一顿 想给祖母紧紧笑 假的 我想看八卦 我要走在吃瓜前线 陆昭昭期待地看着母亲 许氏不想带她 可又怕她跟那群丐帮兄弟 浪迹天涯 罢了 与我一起吧 你们放心 母亲会替你们 好好慰问祖母 好好搏前程去吧 许氏摆了摆手 陆昭书三人走出院门 陆正月压低声音道 娘变了 以前多么高贵端庄的贵女啊 这等龌龊事 她甚至都不敢靠近 生怕于了自己耳朵 现在呢 娘想看笑话 想落井下石的眼神 藏不住 一场合理 娘整个人都变了 陆昭书神情淡淡 你不觉得 她逐渐 嘲话 冷骂 激人一愣 还真是 逐渐被招招影响 这样也好 任谁被欺骗十八年 所谓的真爱 从头至尾 就是一场骗局 都会心性大变 连带女 被逐出家门 娘莫风 已经是坚毅了 兄弟三人 气氛有些凝重 别人看清我们 我们更要奋力上进 绝不让母亲被轻视 陆元宵 举着胖乎乎的拳头 好 元宵有志气 陆正月拍着她的肩膀 陆燕书笑看弟弟 我柴小丝给你送了些书籍过来 我已经做过批注 若有不懂的 随时来寻哥哥 陆元宵眼睛亮的灼人 大哥当朝借缘 想求他指点之人不计其数 元宵愚钝 给大哥丢脸了 陆元宵红着脸 此刻的陆元宵 哪里想过 将来的自己会成为当时大儒呢 毕竟 他终其一生都在念叨一句话 我是全家最愚笨之人 此刻 陆昭昭换上皇帝上的熊皮凹子 坐上马车去看戏 你不许踢我啊 他认认真真对质子玄继川说道 玄继川 对不起 默默低下头 去年将他错认成熊 踹进雪堆里 他倒霉了一个月 差点丢命 玄继川殷勤地将他抱下马车 恭恭敬敬跟在陆昭昭身后 哈 东陵太子还不如自己过得好吗 昭阳公主身份高 他只需要对陆昭昭低头 不丢人 灯枝上前拍门 小四开门 面露惊喜 灯枝姐姐 您怎么回来了 一看身后 瞧见夫人 小四激动得热泪盈眶 夫人 离了你 咱们日子真难过 别平嘴 听说老太太中风 夫人心善 特意踢几个歌 来瞧瞧 灯枝笑着递了赏银过去 公子们心善呢 夫人快请进 小四将许氏迎进府 许氏打量着曾经的侯府 短短一年 已经能显现出落魄 曾经的钟鸣鼎石 纸醉精迷 就像是一场梦 早已破碎 来来往往的丫鬟 见到许氏 皆是恭敬行礼 眼泪汪汪 一脸不舍 还未进门 便听到屋内 传来嘀嘀的乌叶声 娘 儿子还未尽孝 您怎就中风了呢 陆远泽声泪俱下 老太太受到刺激 中风不可命 家眷只能好生料理 她一叹口气 便带着药童离开 娘 您到底怎么受的刺激啊 陆远泽万分不解 陪氏悄悄捏紧了衣角 听得许氏探望 一屋子人 煞时朝门口看来 大门微开 月华洒落人间 陆远泽泪眼朦胧间 许氏踏跃而入 操劳十八年 少女磨成婆 曾经不入眼的古板女人 不知何时 褪去满身疲惫 变得灵动柔美 肌肤如雪般白皙 一双眼眸如夜空中闪烁的繁星 柳叶眉娇俏动人 头上一根简单的碧绿簪子 更衬的她出尘脱俗 比少女时的她 更添一丝韵味 让人一不开眼 陆远泽看了眼陪氏 日日哭喊 家中无钱 但总是打扮得庸俗奢华 似要将所有精英 穿在身上 庸俗至极 陆远泽哪里明白 人越缺乏什么 便越想要证明什么 陪氏死死捏紧帕子 瞧见陆远泽恍惚的眼神 气不打一出来 你来做什么 看好戏模 陪氏冷冷讽刺 嘿 猜得真准 陆昭昭偷笑 陆远泽眼神都快粘在许氏身上 让她极恨不已 许氏捏着帕子 轻笑道 我可不似你这般上部的台面 我与老太太十八年婆媳关系 从未红过脸 我来看看她 怎么了 许氏擦了擦眼角虚假的泪水 你怎么照顾老太太的 这十八年 老太太生病 都是我端屎端尿彻夜不休照顾的 你才进门一年 老太太就中风了 我当年给老太太端屎端尿 毫无怨言 你也要对老太太尽心尽力 不可假手于人 许氏认真说道 陪氏气得只咬牙 陆远泽眼眶发红 四颇未感触 赵于娘说的做 陆远泽低声道 许氏靠近床榻 老太太眼歪口鞋 嘴里流出晶莹的口水 竟是 已经瘫痪 呵呵呵呵 嘴里发出呵呵的声音 你不要血口喷热 我当老太太 清养一般照顾她 未了给她抄佛经祈福 在佛堂住了半个月 陪氏哭着抹泪 老太太一听此话 眼睛瞪大 面色长红 似乎情绪极为激动 明明动弹不了 但她整个人都在抗拒 哎呀 呵呵呵呵 她嘴巴歪斜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激动处 甚至开始流泪 她死死瞪着陪氏 发出绝望的哀嚎声 老太太似乎在反驳 听说 老太太去佛堂 才受到刺激中风 你在佛堂做什么 许氏壮四无意问道 陪氏捏着帕子 怒斥 我当然在抄写佛经 哎呀哎呀 抄什么佛经呢 定是让老太太 抓个症着 陆潮潮从怀中掏出一把瓜子 蹲在角落 认真磕着 夜里默点灯 又吹着风 老太太半睡半醒之间 兴许被窗边张牙舞爪的树枝吓着了 我好好抄惊 难道还有错膜 老太太恨啊 一双眼睛 怨毒地看着陪氏 她看着陆远泽 又看着陪氏 可陆远泽 什么也不懂 老太太放声痛哭 浑身颤抖 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一张嘴口水四溢 陪娇娇 你怎么敢的呀 我做主将你养在外头 为你筹谋 为你搓磨许事 而你 竟然骗我 给远泽戴绿帽子 他将轻生孙儿孙女逐出家门 却留一对孽种在家中 他情绪激动地看着陆远泽 嗷嗷直哭 只恨无法提醒儿子 哎呀 粉魔屋内好臭 许是捏起手绢 压住鼻子 皱着眉头 陆昭昭指着老太太 翠声声喊道 他拉裤子了 他拉裤子了 气氛瞬间凝固 所有人呆呆地站在原地 不知所措 老太太这辈子命格极好 只是 一手好牌让他打烂 出生在农家 家中姊妹鸡人 所有姐姐都嫁出去 给唯一的弟弟换彩礼 给他盖房子 姐姐们有的嫁给老官夫 有的嫁给富裕家族做田房 结局都不好 而自己呢 嫁给一个三十岁不曾娶妻的老男人 老男人莫读过什么书 在深山打猎得来的彩礼 娶回他 家中贫苦 但老男人会疼人 嫁过去第二天 老男人刚圆房 便出门打天下 第二年 便成为开国功臣封了猴 他挺着肚子 从一个农家妇人 翻身移跃成猴府主母 因腹中长子 直接坐稳猴府主母之位 一切 幸运至极 他原先还有个大哥 大哥是个庄稼汉 婚后不久因病去世 嫂子生下一父子裴娇娇 便改嫁 裴娇娇十四岁那年 家中来信 说裴娇娇生的娇美 想要让他寄养在猴府 某个好亲事 他本着赵姑娘家唯一侄女 便让人皆进京 谁知与儿子暗生情愫 他气啊 他喜欢裴娇娇 胜过亲生女儿 可他万万不能嫁给猴府啊 自己和老侯爷莫根基 在朝中举步艰难 儿子必须取个强有力的外援 后来 儿子娶妻许氏 自己做主将裴娇娇养在外头 只等将来顶替许氏位置 许氏所生的陆燕书 是个天才 名满京城 他动摇了 优秀的子嗣是猴府的根本 只可惜 陆燕书无福成了摊子 陆景怀出路才华 他隐隐有些动摇 直到偶遇护国四方丈 暗指侯府要出大贵人 他终于下定决心 除许氏 他前半生 顺风顺水 一切富贵水到渠成 就像 上天将富贵送到身边 直到 他算计许氏 算计路昭昭 满盘皆书 上天送上的所有荣华 都在一点点剥离 他这一生极好颜面 此刻屎尿湿尽 躺在床上 整个人都是崩溃的 这磨大的人 怎么还拉在裤子里呢 路昭昭捂着鼻子 站在门口 一脸嫌弃 丫鬟正要上前 许氏淡淡道 裴夫人 还不快去 当年母亲病重 我一不解代 端屎端尿 从不假手于人 如今老太太瘫痪在床 我虽心有不忍 可到底已是前而席 如今 只能靠你了 许氏笑得真诚 虽说府中有丫鬟 可丫鬟伺候得再好 哪有家人尽心 况且 老太太好脸面 也不乐意让外人伺候 闻献空气中的臭气 裴氏便面色发紧 陆远泽似乎不愿 被许氏轻看 瞪了眼裴氏 还不快去伺候 娘素来最疼你 这点小事你也要推脱 陆远泽此话 更是气得裴氏双目赤红 他哪里做过端屎端尿的活 可 此刻容不得他拒绝 丫鬟端来热水 裴氏强忍着恶心 吞去老太太戴屎的衣裳 瞧见面前一幕 裴氏再也绷不住 当场干呕出声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的老太太 再也忍不住 嚎啕大哭 你嫌弃老太太 你嫌弃老太太 陆昭昭指着裴氏 你嫌他恶心 你不如我娘 陆昭昭童言之语 气得陆远泽 当场踹了裴氏一脚 没出息的东西 哎呦 裴娇娇捂着心口 痛得连连哀嚎 身子蜷缩 浑身直冒冷汗 可一抬头 瞧见许氏细血的表情 裴氏气急攻心 你没安好心 故意看笑话 引咱家不合 你可真了解我娘 回回都猜中 许氏倾咳一声 看着陆远泽道 我原以为 你看上的 会是什么知情达理的女人 原来 也不过如此 我嫁给你十八年 你不明白 我是什么人 陆远泽面露愧色 是 你最是贤惠大度 不屑于那种 上步的台面的行为 许氏 笑而不语 是的 那是曾经的我 现在 我是扭护陆 云 已几多人 真以为所有人 都跟你一样下座 陆远泽转头斥责陪氏 还愣着干食魔 还不快去伺候母亲 母亲疼你多年 你难道还嫌弃她 陆远泽面色不太好 陪氏心头一紧 只得强忍着心口的疼痛 爬起来 一边干呕 一边强忍着恶心 给老太太擦洗 许氏甚至在一旁指挥 你轻点 没陷老太太落泪了吗 瘫痪之人 最容易得入疮 浑身都会溃烂而死 家人定要小心呵护照顾 你记得一日三次 将老太太扶起来 多战战 免得浑身发烂流浓 入疮可就惨了 生不如死呢 听闻有的人 照顾瘫痪老人 会少给老人吃饭喝水 减少如厕次数 当然 裴夫人是老太太 亲侄女 老太太当亲女儿宠着的 裴夫人定不会如此 许氏满脸关怀 一句具体点 直接毒死裴氏所有的路 裴氏一张脸煞白 眼中怨毒 几乎掩饰不住 老太太正对着她 惊恐地看着裴氏 啊呀 啊呀 呵呵 老太太眼中满是恐惧 许氏眼中闪过笑意 她站到床头 看着老太太满是关切 老太太害怕了 放心 裴夫人可是你亲自看中的儿媳妇呀 定会好好伺候您的 为了她 不惜将我们一家五口 逐出家门 她定是知恩图报的人 许氏慢悠悠道 老太太大抵恐惧至极 手指竟死死拉住许氏 齿骨泛白 可见其内心恐惧 她眼中满是后悔和祈求 她在祈求许氏 求许氏留下 许氏嘴上心疼 可眼中一片狠辣 老太太可是舍不得我了 这可不行 你而媳妇在这呢 她拉着裴氏的手 与老太太交握 老太太眼中的惊恐愤恨 毫不掩饰 嘴里发出叫声 死死攥住裴氏 似乎要将她生吞活泼 你放心 我会给母亲 请几个贴身侍女 绝不让人慢待母亲 陆远泽看着许氏 很是动容 嘿嘿 酒病床前无孝子 狗咬狗开始了 陆远泽眼神恍惚地看着许氏 曾经 怎么没发现许氏这般美呢 许氏云少女时期 养得极好 她天真烂漫 对人毫无防备 总是一片赤子之心 当年容貌娇艳的少女 为自己一句话 远离酿家十八年 她爱得炽热 爱得毫无保留 当年 她是动心过的 可后来 随着艳淑出世 她变得歇斯底里 随着岁月变迁 她变得疲惫苍老 曾经眼中有光的少女 眼中灰扑扑的 总是弥漫着让人不懂的忧伤 可现在 她变了 阳光明媚 大放爽朗 眉宇间毫无预期 甚至 隐隐瞥见少女时的她 不 比少女时更娇美动人 许是感觉到陆远泽的目光 唯有些恶心 真令人恶心 当年艳淑瘫痪 老太太病重 她累得彻夜难眠 老太太又故意搓磨她 让她夜不能寐 那几年 将她磨得苍老不堪 照顾瘫痪老人最磨人 甚至 可以将人磨得人不人 鬼不鬼 陪侍将老太太擦洗干净 许氏便淡淡道 听说府中养了高僧 陪氏身形微顿 手帕悄然捏紧 对 是娇娇寻来的 她还时常去佛堂抄写经书 陆远泽回道 眼神不愿离开许氏半分 更将陪氏气得发疯 听得高僧 老太太情绪乍然激动 她身子使劲扭动 疯了一般 发出惨叫声 直接从床榻之上摔倒在地 吓得陆远泽面色发白 娘 娘您怎么了呀 老太太却死死攥住她的衣袖 嗯嗯 透 透 嗯嗯 渐渐 她吐字不清 口水滴落 急得满头是汗 又哭又嚎 我与老太太十八年情义 大抵能猜出些什么 或许老太太想献献高僧 许氏笑着道 丝毫不理会陪侍的惊慌 果然 一听高僧 越发刺激老太太 传高僧进来 陆远泽沉声道 老太太靠在陆远泽怀里直哭 她的儿命苦 她的儿命苦啊 她这段时日 因思念陆婉义 又在意侯府爵位被削 夜里总是睡不真切 夜里 她听得小佛堂传来声音 她鬼使神差的 丫鬟奴奴 一个也莫待 就着月色独自去佛堂 她最疼爱的儿媳妇 正抱着所谓的高僧 赤条条地倒在佛前 何时能让锦怀叫我一声爹 每日听的孩子叫陆远泽父亲 我心头难受 只一句 便让老太太变了脸色 她想起自己逐出家门的许事 话去族谱 写下断青书的孙子们 面色大变 府中 是孽种 她仓皇之际想要离开 却惊动屋内人 男人追她 天黑路滑 她无意摔下台阶 摔得头破血流 原本男人要对她下手 可丫鬟奴仆顺着叫声寻来 才救下她一命 夜里 太医未来之时 她能感觉到 陪逝几次略带杀鸡的目光 直到 她中风的消息传来 口不能言 身不能动 陪逝眼里的杀鸡 才渐渐落下 陆大人 寻平僧来 可有要事 男人穿着僧袍 低眉顺眼 眉宇间极其祥和 老太太浑身抖如筛康 恐惧地缩成一团 缩在陆远泽怀中 啊 啊 啊 她开始发出恐惧的惨叫 娘 娘 陆远泽不断安抚 可老太太越发恐惧 直到 老太太白眼微翻 活活下昏死过去 陪逝不敢看贾和尚一眼 只关心地趴在老太太身边抹泪 太医说 娘中风后 情绪不稳定 可能会性情大变 当年大公子 原先清风明月般的少年 瘫痪后 不也性情大变魔 陪逝小心翼翼的 陆远泽心头的一律散去 当年验书 确实变化极大 从天之骄子到屎尿都要人帮忙的摊子 就像变了个人 拒绝所有人的靠近 陪逝偷偷松口气 许逝唇脚含笑 哟 这口气松太早了吧 这是哪里的高僧啊 陆昭昭一边磕瓜子一边问道 是护国寺请来的高僧 这位高僧 乃护国四方丈的弟子 一直在外云游 极少出现在世人眼前 陪逝随意回道 许氏点了点头 不如 让他日日 在老太太面前祈福 兴许 老太太能好转些呢 刺激 真刺激 让凶手日夜陪他 生不如死啊 还是陪逝的情妇 陆朝昭偷偷给母亲点了个赞 许氏回他一个挑眉 憎恨中带着恐惧 多么美妙的人生 老太太可要多活几年 多么么陪逝 多感受感受绝望和恐惧 这哪轮得到你做主 陪逝不甘地回应 你怎如此小且 就按云娘说的办 陪逝不甘地应下 他其实并不想刺激老太太 毕竟被老太太抓个症着 心虚 此刻 陆家长袭将云锦站在门外 面上一片灰暗 他只过门三日 陪逝便将管家之权交给他 他还喜得送了陪逝一套头面 谁知 接手便是烂摊子 管家第一件事 便是发现下的月银 那一刻 他惊呆了 哪个体面人家 能欠奴仆的月钱 账面上毫无分文 他当场遍补了三个月月钱 明明账上无盈 可他自从接手管家权后 陪逝便嚷着要吃燕窝补身 活脱脱 将他当作第二个许事稀写 幸好 锦怀日日在书房用功 就是 至今不曾圆房 你就是江夫人 陆昭昭偏着脑袋看向他 江云锦对着陆昭 昭行了一礼 是 昭阳公主 你就是我原来的大嫂呀 江云锦服了服身 是云锦与燕淑公子末缘分 听说你不喜欢我哥哥 陆昭昭一副天真烂漫的模样 可是好多人喜欢哥哥呀 大家都想当状元娘子呢 陆昭昭嘟囔着嘴 似乎很不解 江云锦听得陆燕淑的名字 呼吸渐重 帕子捏得死紧 他自然知道陆燕淑如今的分量 戒缘不算什么 可皇城的戒缘 便是天之骄子了 更何况 他瘫痪十年不曾摸书本 十年啊 魏石魔不喜欢我大哥呀 大哥好看 又是戒缘 他还要重状元呢 魏石魔陆景怀没重呀 是因为不喜欢吗 陆昭昭好奇地问道 江云锦 绷不住了 这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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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